大伯带我们去栽梨做样板 你拍照片没有呢 在黑布里 黑布里有了 梨有没拍油 哇好帅哦 大叔聊了一下 这边有场地给我们去包或打包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整个县城问完了 没有洞库 就是放不了冰带 我们用泡泡箱应该不放冰带都可以 它会隔热的 泡泡箱隔热应该还行 我们再放点要不要放点报纸撕水 不要吧 因为你那个报纸如果摘上果的话 有的朋友他会介意的 对不对 你报纸如果撕上水的话就显得很脏 他就会认为是不是在垃圾堆里面剪出来吧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网红他们 我问了一下他们卖 他们是纸箱打包 但是也还可以 因为今年没那么热 但是如果我们用泡沫箱的话 可能就更好一点了 我觉得就用泡沫箱就够了 是吧 可以啊 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条件 也问了这个大叔他们那里没有洞库 只有一个保鲜库 这个是几个头的 这个 那个是三个头 这种看得出来的 这个是四点网上的 那这个就是大锅 这个是中国 这种的就是这么大个的 这个今年都没有套袋吗 那边不是有套袋吗 那个套袋很美 那个是我们本地雪梨 本地雪梨啊 这个是吹罐 这个是黄花梨 黄花梨啊 这不是吹罐吗 不是吹罐 这是刚刚吃那个吗 那边那个 对 吹罐好像好吃一点 吹罐肯一定好吃一点 吹罐是哪里 我们要吹罐了 要吹罐 吹罐 吹罐你种有吗 我这个没有 你种的是这个黄花梨吗 嗯黄花梨吹罐要到很远的地方 对啊 那刚刚吃那个不是吗 刚才那个是 黄花梨 那是要吹罐还是要黄花梨 口感就是吹罐好吃 对 吹罐没有多少的 在你做不了几天的 怎么样是吗 种的少 都是种这个多 不是种的少 现在那个吹罐已经 那个销链的切肯定是过了半码 快快要结束了吧 那个本地的写离 本地写离那边要到最后了 要到8月15了 那个写离 8月15了 对 那就要好久 嗯 本地写离这是白色的吗 没有 这是 网网色的那种吧 这个 这个 这么小个 现在还没长大 没长大 那怎么办 要这个吗 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靴子 这个没熟就不摘了 这个倒要半个食物 哪个是 7月半 最低要7月半 这个就拿了腌来吃腌酸 牙齿不会崩了 到最后了 啊 软了 软了 嗯 肯定有了 那怎么办 这个是黄花梨 桂花梨还是黄花梨 黄花梨 是不是有一个叫桂花 桂花梨 我们这边没有多头货 桂花梨很好吃是吧 嗯 那也不好吃 也不好吃 哈哈哈哈 吃多了 不好吃 那个桂花梨 那个有一定酸 哦 那去年我吃的 应该是这个套袋的 嗯 不是 那个 脆罐 套袋的 应该是 哦 清白套袋的 肯定挺 哦 那个有吗 这附近 附近我们也 套袋的没有 没有 哦 今天大叔都不做套袋的了 想吃吃不到了 我都忘不了那个味道 太辛苦了 那个套袋的 对 他套一个袋 然后人工的话 就光那个袋子 就要五毛钱 嗯 我背那个 哦 这个是那个果农说 提供这个场地给我们用 就是刚刚 不好我们去栽果农 他儿子就是去年我们卖黄金 那里那里那个 农场的那个厂主 然后这边呢 是他们种梨呀 种黑布梨的地方 去年不问不知道 原来他们这边这么多东西 他这里应该之前也是打包了 你看还有东西在这里 或者提供给其他人卖东西的 要不然我们都在这里啊 对啊 阿华这不是网货吗 对了 这不是 完了那里的网货吗 对啊 这个啊 可以了 你看 还有风扇的 还有电灯的 对啊 这里还没那么热 是吧 好 大叔叫人扫一下就可以了 搞一下卫生 可以了 叫一他们搞一下就可以了 说只要我们帮他卖 什么东西都没问题 就是冰袋 其实是搞不到 冰袋没办法 对 找完了 找完了没有冷库 因为他们是这边是水果 只有保鲜 没有那种冻库 但是他们说今年天气 不像去年那么热 他们现在人家其他网红也在卖 其他那些 就是用纸箱的 对都用纸箱的 我们用泡沫箱的都更好 但是泡沫箱我们成本比较高 因为他们 树脂箱成本就低一点 对 泡沫箱的话因为它会隔热嘛 它有隔热成的 对 那就 就正了 在这里打包 然后明天我们去 就是看一下它的黄金那里 就是这个 你中到一个地方 可以啊 好累哦 你都晒的黑地区的 我的天啊 不要说我黑了 你都个个都说我是村民婆 吗 因为你都 他走了 走了的地方就今天晚上 但是明天过来 他说明天过来 对 那今天他们的牛没弄好 来跟我们一起来的 然后牛没弄好 他就明天来 可以啊 明天不知道他开车 是又可以 这里好多了 人家晒午也不热 这里好多了 人家要有风扇 有电灯的了 我们找个旅店住 住邻居店 嗯好 吃个粉 就不饿了 好 找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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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